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 1月24号下午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 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理 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伯永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 志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伍维华 台蒙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五党派人士代表李道奎等先后发言 认为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国人民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 国民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民生保障 有利有效 成绩疏为不易 令人倍感振奋 大家就做好今年政府工作 提出意见建议 李强感谢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对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 表示国务院将认真研究 吸收大家的意见建议 他强调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我们要科学把握国内外形势 既看清我国长远发展大势 始终增强信心和底气 又看到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严峻性不确定性 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群策群力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希望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在广泛凝聚共识 汇聚智慧力量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石泰峰 吴正龙 绍红 何鲍祥 王光谦 朱永新 杨震 参加座谈会